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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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 其实我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 我想要改题目 我觉得这个题目不好 我想要改一個恐龍的告白 我覺得可能比較能夠貼切的 表現出法官的想法 其實老師在邀我來演講之前 大概是過年後 那個時候還沒有發生最近的那個案子 如果是在那個案子 我知道說我要在這個案子之後不久 要來講死刑 我一定不會答應他 OK 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54年生的 然後我在石牌地區長大 然後我是讀士林國小明德國中 然後建宗業建部 我是最後一屆 然後因為高中不認真 所以我就讀文化法律系 那從28歲開始當法官 剛才算一算大概23年多 然後這段期間我有三年是辦民事案件 這三年的民事案件的經歷讓我確定我不喜歡民事 然後我大概有一年半的時間 是擔任少年法庭的法官 在那個時候少年法庭的法官給我很大的心理壓力 所以我覺得我不適合 所以我就一直留在殺人放火貪污舞弊這個領域 我大概有17年多快18年的刑事審判資歷 那今天我大概會跟各位講 我曾經跟死刑接近的大概6個案子 然後如果時間還夠的話 我會跟各位討論一下 我感受台灣社會的階級問題 其實死刑問題跟階級問題是有重疊的 好 22年前我那時候是剛實習完 然後準備等候分發 那個時候花蓮 我那時候有一種束縛的爭議感 講束縛的爭議感是一個很文學的講法 講好如果講白點就是草包 就是一個很白癡的法官 所以什麼叫束縛的爭議感呢 束縛的爭議感的法官是怎樣的法官 就是你卷看完你還沒看到被告 你就想要把他送到監獄 你很有正績感 你看到證據資料說 這個人這麼可惡啊 然後你還沒看到他 你還沒有聽他的辯解 你就想把他抓去關 或者說可能碰到那個極端的案子 你可能還沒有看到被告 你就想判他死刑 有很多年輕的法官是這樣的法官 這樣的法官是可怕的 OK 那我們先講花蓮的那個案子 花蓮的那個案子是這樣子 就是兩個人他在街上 然後車子休卡 沒有碰到 然後就互不相讓 就像黑洋白洋一樣 然後兩個人就下車吵架 就吵... 有一個人就回車上拿一把槍 就對著那個人額頭開了一槍 就把他打死 當街把他打死 然後那個時候我還是學習司法官 我那時候看報紙 其實我嚇了一跳 哇槽 這樣子可以判人家死刑喔 然後看到報紙 他的理由是說 這樣子因為刑車的問題 然後當街殺死一個素不相識的人 非常殘暴 我那時候第一次關心到死刑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本來就想要當刑廳的法官 然後我就想說 蛤 原來這樣就可以判人家死刑 那接下來我要講第二個案子 第二個案子是台南有個熱炒店 那個人是這樣子 有一個人他的女朋友是越南 越南的外配 各位可不可以理解或說知不知道說 這樣子的人在十幾年前的台灣社會 也許現在也是 他們是被歧視的 好 那那個越南外配他會講華語 他會講國語 但是他講的是一種很奇怪的腔調 然後他的男朋友跟他 然後他男朋友已經喝了大概七八分醉了 然後就由他那個越南的外配去點餐 然後那個老闆就 你講什麼我聽不懂 那態度也不好 後來那個人看到自己的女朋友這樣子 當然要挺身而出 換他跟老闆吵 那吵來吵去 嗆來嗆去以後 他就酒後駕車 那個時候酒後駕車沒有犯罪 他就酒後駕車開車回去拿了一把開三刀 然後衝回熱炒店 那衝回熱炒店以後 然後造成什麼樣的結果呢 第一個他砍死老闆 然後他把老闆娘砍成重傷 然後店裡面有一個大概五十幾歲的大嬸 被他砍成輕傷 那這個案子很快就起訴了 那起訴的時候是我承辦 然後我們要接押 也就是說檢察官檢証的被告 檢察中檢証的被告他送到法院 要由法官來決定是不是繼續接押 或者是讓他釋放或交保 然後我就問他 整個檢察官起訴的事實 他全部都承認 他沒有半點隱瞞 然後我就翻一翻卷 我就問了他一句話 我就說 你以前都沒有犯過罪 他說對呀 那你為什麼第一次犯罪就犯這麼重的罪 然後他就看著我 然後眼淚就流下來 然後我如果講台語有沒有人聽不懂 聽不懂就請舉手 有齁 那我等一下再翻譯 他說 他說可能被魔神刷到 就是被妖魔鬼怪附身之類的 我跟你講我相信 其實我從那個時候 從那個時候我就相信說 那個時候大概是我第九年當法官 我就會相信說一個善良的人 他可能會被一個莫名其妙的黑暗勢力牽引 去犯下他從來沒有想過 也沒有辦法彌補的錯誤 OK 我這樣說太快了 好 第三個案子是大家都清楚的 杜氏兄弟案 杜氏兄弟案其實我們當初講是杜氏父子案 或者是講佛山殺人案 有聽過這個案子的請你點個頭 有齁 這個案子被起訴的被告是一個父親跟兩個兄弟 那後來為什麼大家都在講都市兄弟呢 因為他爸爸在生理的過程中 他爸爸癌症去世了 所以到最後的時候是只剩下兄弟 那這個案子是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 然後在大陸佛山地區 台灣 這邊有沒有台南來的人 都沒有 那個台南有個地方叫灣嶺你們知不知道 有一條溪叫二人溪 那個地方曾經是大量燃燒廢物金的地方 然後二人溪就嚴重的汙染 代曜型汙染 然後那批人 那批人他們把二人溪搞壞了以後 那台灣開始有環保意識 整批人 就是那個產業鏈 通通都移到廣東的佛山地區 那就在那邊 那當然有一些遊手好險的人也跟得過去了 那這三個父子就是遊手好險的人 然後有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 在有一個台商開的廢物金工廠 發生了一個命案 這個命案是這樣的 兩個保全 大陸的工 他們叫保全 對 保安 兩個保全死亡 兩個台灣的老闆死亡 那台灣的老闆旁邊 有一個未成年的少女也死亡 那他們的傷都是割井一刀 請注意割井一刀 然後這個案子起訴了以後 所有的證據資料都在大陸 證人也在大陸 平心而論這個案子不是沒有證據 他並不像民間司改委或NGO組織 他們講的沒有證據 他們的問題是證據可不可以用 就是他的現場有收到一個 他們叫風口膠 我們叫做風向膠帶 那個風向膠帶的內緣 有一個不知道是哥哥還是弟弟的指紋 然後死者的身上是有殘著 其中的老闆身上有殘著那個風向膠帶 那這個風向膠帶跟疑似被告的袋子裡面 綁刀子的刀鞘的風向膠帶 那個撕裂痕是吻合的 然後現場有鞋印 那鞋印跟一個疑似被告的袋子裡面的鞋子 是吻合的 那為什麼會說疑似被告的袋子的鞋子呢 因為他們大陸的公安派出兩條狗 兩條狗去吻 去吻那個鞋子就會吻被告 然後那狗產生反應 他們說這鞋子就是被告的 然後大概有這些證據 那還有一些證人 有些證人有證述說 被告有去買開山刀和風向膠帶 但是西瓜刀 對不起西瓜刀 但是那個證人之前是講被告去買西瓜刀 對 我不知道是筆誤還是怎樣 大概有這些證據 然後這些被告沒有通過測謊鑑定 OK 三個人測謊都沒有過 那為了要讓檢察官為了要讓大陸 我剛剛講的這些證據 都是大陸的公安的監視單位 他們的監視單位所做的報告 那檢察官為了要讓台灣的法官 相信大陸的公安所謂的鑑定結果 所以就請來當出台灣最有名的 鑑識專家叫翁錦惠 他已經去世了 翁錦惠他來作證 他來作證過兩次 然後他形式上都說 大陸的這些鑑定技術並不是很困難的 然後形式上觀察是符合標準的 可是他不斷的釋放出一個訊息 他說科學鑑定是重要而且可信的 可是前提是第一個你要有合格的實驗室 所以你必須要看過他的實驗室 他的實驗室是不是一個合格 我不知道這有沒有理工的 然後第二個他操作實驗室的人 是可以信賴遵守專業倫理的 然後他就講到台灣 他來作證的時候是大概民國98年 他說台灣在10年前 鑑識單位是配合偵查單位的 這個要講到我一個可怕的經驗 以前我在花蓮的時候 那我們會把覺得有精神疾病的人 送去給精神科醫師 請他做精神鑑定 鑑定這個被告他的行為控制能力 和行為理解能力是不是有跟一般人不一樣 OK 結果有一天我接到那個醫生的電話 他問我說陳法官 你想要什麼樣的結果 我從那時候開始我就不敢送給他了 也就是說那翁錦慧的觀念 其實是強烈的影響了三位地方法院的法官 所以後來平易的結果 我們三位地方法院的法官 一致做成無罪的決定 我們沒有討論 我們每個人都認為無罪 但是大部分一致的看法是因為說 這樣的鑑定結果呢 這樣的鑑定結果是沒有辦法完全信賴的 在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三個都還是贊成死刑的法官 所以對我們而言 那個案子不是無罪就是死刑 因為非常殘暴 那我個人還有兩個原因 但是他們不踩 所以沒有辦法寫在判決上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認為 這三個遊手好賢的父子 他們沒有那個能力 沒有那個水準可以造成這樣的死亡方式 我覺得那個很專業 那個就很像海豹突擊隊的 我覺得那三個是蘇辣 第一個他們做不來 那第二個 其實我那時候應該不是那時候 我到現在也是 就是那個國家 那個人權紀錄這麼差的國家 然後他就哩哩哩哩 做出一個鑑定報告然後端給你 跟你講這是我的結論 可是他不接受檢驗 他也不對你說明 我們想要知道說 你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你用什麼樣的科學方法 做出這樣的結論 你用怎麼樣的顯微鏡 然後你用什麼樣的藥水 他都不要跟你講 他都不跟你講 他不接受檢驗他也不說明 他就是叫你接受 那我沒辦法接受 對 那這個案子呢 這個案子我們等一下還會再繼續講他 但是這個案子最後的確定結果 讓我反對死刑 各位如果有一天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讀法律的 或者說你們有沒有認識讀法律的人 一個刑事庭的法官 要說他反對死刑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對 接下來一個案子是這樣子的 有一個大概你們這個年紀的 應該是成大的學生吧 然後他去台南棒球場 他去台南棒球場看職棒 然後看完職棒以後 就騎著摩托出來在一個路口 在一個路口等紅燈 然後他就看看旁邊有三個炫鬧的年輕人 大概十九二十歲 那三個大概 他們那時候的工作是廚師 廚師的助手 然後就看了他們一眼 然後那三個只說看他想 OK 他們就從他們的車子上抽出西瓜刀 就這樣砍他 然後因為砍斷了動脈 所以是休克死亡的 那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我們一接觸的時候 我有意識到說這可能是一個 可能可以要判死刑的案子 那所以我們就會開始不斷的想 這些年輕人要不要判死刑 然後在申請的過程中 因為那個地方剛好有店家的監視器 所以他是有畫面的 那這個畫面呢 我們當初三個何怡婷法官 有兩個是男生 一個女生 然後這畫面就是看到那三個人 一直砍那個男生 然後那男生可能很喜歡他的機車 他捨不得讓他的機車倒 你知道嗎 所以他不會 他沒有逃 一直扶著他的機車 然後讓他砍 他沒有閃躲 也沒有反抗 他只是這樣 然後就被砍了好幾刀 那後來他因為受傷了 所以機車倒了 他還一直試著要把他的機車扶起來 然後你就看他就這樣 一直要試著扶機車 扶了三次 第三次的時候都扶不起來 因為失血過多 第三次以後他就坐在地上 然後坐一坐呢 他坐在地上以後 他就這樣往那邊歪過去 就這樣死掉了 因為大量出血 我在想那三個被告在開庭的時候 他一定有看到那兩個男法官 眼露殺氣的瞄瞄他們的一眼 然後最後我們這個案子還是沒有判死刑 原因很簡單 因為太年輕了 我判不下去 我沒有辦法判這麼年輕人的死刑 然後我還記得當初宣判的時候 那個大學生的父親有來聽宣判 那當他聽到後來下庭以後 壽命法官跟我講說 當你念到除無期徒刑的時候 他爸爸看我們的一眼 那個眼神是哀怨的 OK 然後我在想說幸好那個時代沒有蘋果日報 如果那個時候有蘋果日報的話 他一定會講說殘酷殺人 恐龍法官敬畏判死 這是大概第四 第五個案子 那第六個案子是一個 這個案子是在十幾年前 在我們審理之前的十幾年前 有一個老大 然後跟他的小弟 然後他的小弟有一天跟他的女朋友吵架 那個女生可能是要跟他分手 然後那個女生他在工作的地方 是在一個地下室的卡拉OK店 他在那邊應該是陪人家喝酒的人 然後那個小弟就一直打電話去店裡面 那店裡面就一直糊弄說 他沒有來啦 他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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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他現在不在位置上 或是說我們現在找不到湯 然後他就很生氣跟他老大抱怨 說他們糊弄湯 那老大就說 沒辦法把他放一個汽油彈 OK 好 他們就真的去弄了一個汽油彈 然後好死不死他們丟在什麼地方呢 他們丟在地下一樓的出口 一樓的出口 完全封殺 那這個過程造成了 造成26個人死亡 然後三個人輕傷 七個重傷 沒有 七個 三個重傷 七個輕傷 那事情發生了以後 老大就逃亡了 就跑了 他有逃亡成功 然後那個小弟很快就被抓到被起訴 被判死刑 然後也執行完畢了 OK 然後在小弟執行完畢十幾年以後 那老大算錯時間 他好像覺得他的追溯權時效已經過了 各位了解什麼叫追溯權嗎 就是說你一個犯罪 國家要追溯你或處罰你 有一個時效的 法律有規定 然後你如果可以被通緝超過這個時間 那國家就不追溯你 我不知道說他是搞錯時間 還是他到最後放鬆了 反正他在追溯 在時效快要滿之前 大概半年吧 就被抓到了 然後要起訴 他對他的犯罪行為是完全承認的 他對他的犯罪行為是完全承認的 然後開店的時候他只有講說 這些年我也不好過 那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留我一條命 OK 那平易的時候 這個案子我是裴系法官 平易的時候 這個案子是審判長show me的 然後審判長就說 實在是沒有任何理由 可以不判他死刑 因為連他的小弟都執行了 然後他是竹謀 他是提議的人 然後也是他縮使小弟去做的 然後死了這麼多人 實在沒有理由不判他死刑 我要跟各位講 那個時候我已經很不喜歡判人家死刑了 對 但是我沒有反對 我沒有反對 然後另外一位裴系法官也沒有反對 這是我第一次在死刑判決上簽名 然後這個人大概是在馬英九政府第二波 第二波執行死刑的時候被執行了 所以他這個人 這個被告大概是台灣這幾年 判死刑判決確定到執行時間最短的人 那可能是因為他之前的時間很長 OK 好 然後台南各合案你們知道這個案子嗎 有一個小學四年級的男生 有一個小學四年級的男生 他就是 其實他爸爸媽媽是離婚的 然後他跟著父親 那他爸爸跟大部分台灣的辛苦的家庭一樣 他爸爸假日需要工作 那所以他就去一個遊藝場 叫湯姆熊 說湯姆熊你們知道嗎 他就去湯姆熊 然後有一個放棄自己的人 年輕人 大概是身體大概比我高一點點 然後身體是兩個我 兩個我的身體 那他那個時候 他那個時候 他身上的錢用完了 他失業了大概兩年 然後身上的錢快要用完了 他的女朋友在前一個月跟他分手 然後他就把那個孩子騙到廁所 兩刀 第一刀割喉子 然後刀在這邊轉個彎再刺進去 對 那個小男生就是當場死亡在現場 這個案子大家有看過報紙嗎 都有齁 OK 那這個案子沒有確定 這個案子沒有確定 我 所以我大概沒有辦法講 像剛才那麼 像那個都市父子案的那麼清楚 可是我要講的大概就四點 就是現在這四點 就第一個 除了殺人如麻的極權國家 沒有一個國家會對一個神經有問題的人判死刑 大概只有共產國家跟納粹國家會做這種事 那第二個呢 我後來發現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覺得呢 因為那個人明明看起來就是神經有問題 我跟他講話 就是開庭的時候跟他講話 我要跟各位講 有些時候 直覺是一個怎麼講 直覺是一個不科學的東西 他沒有辦法驗證 但是你有些時候 所以我最近在看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士 我看那個空降 那個空降師 然後跳到羅曼蒂半島 然後其中有一個不知道是什麼 他是副營長吧 他說他的直覺他就應該往這邊攻 但是作戰計畫就要往這邊攻 可是他那時候直覺就要往這邊攻 他就跟著直覺中 結果那個直覺是正確的 我要跟各位講說 將來林業績在職場上 直覺是經不起檢驗的 因為他沒有任何合理的理由 可是如果直覺 你的直覺如果是把你導向避免風險 我建議你相信你的直覺 那我的直覺就是這個人是個神經有問題的人 可是精神科醫師建議你的結果 認為他的精神狀況是OK的 在我們那個時候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們有請精神科醫師來接受交互結問 接受結問 然後他坦白說因為法官也不懂 他就糊弄糊弄幾個專有名詞 他就說他是正常的 但是我看出他的氣虛 所以我在想說 今天那個案子就是那個女童案子有沒有 內服的那個案子 各位去想一個情況 如果有一個精神科醫師 鑑定說他神經有問題 那他有沒有可能在蘋果日報上被公幹 如果有的話 那就是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法官 法官是常常被罵的角色 所以我們臉皮很厚 你也可以說我們很不要臉 我們臉皮很厚 然後制度會保護我們 制度會保護我們 可是醫生沒有 所以你今天不是一個記者 可以在我上班的路上堵住我說 陳法官 請問你為什麼不判死刑 沒有辦法 但是醫生可能沒有辦法得到這種保護 所以我的第二個想法是 這是人人節約可殺的案子 精神科醫生也有可能在社會壓力下 做成不專業而且魅屬的判斷 我本來以為只有檢察官和法官會做這種事 然後在宣判之前 對 何怡婷的三個法官就準備要挨罵了 所以我們雖然恐龍 但是我們不是白痴 我們會知道我們做出的判決 即將得到社會的掌聲或社會的罵聲 然後我要講的是說 我看到那個案子的時候 我眼淚都快流下來 因為那個小男孩跟我的小女兒是同一年的 我的小女兒在那年也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生 我不可能沒有辦法感受他父親的痛 OK 所以他們常常講說 欸 那法官的家人難道不怕被殺嗎 怎麼可能 你說總統的家人怕不怕被殺 每個人都怕自己的家人被殺 沒有那種不用怕被殺的 OK 好 那我要講說接下來我把這些案子講完 其實我講得很不好 因為我在緊張 所以我多留一點 我講快一點 然後多留一點時間讓你們問你們有興趣的 那我剛才講到舒服的爭議感 其實我那個時候是真的是這樣想 所以現在很多 很多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有很多老法官就說 該判死刑就判死刑 我們台灣 我們華人的社會有那種尊重生命的概念嗎 你有感覺到嗎 你有感覺到哪個皇帝是尊重生命的嗎 我最近在看那個明朝這些事 這些事的那本書 然後因為以前看那個秦朝漢朝的時候 我們就看說 喔 韓信 劉邦他們殺了韓信 宜三族 對 宜三族 就是跟他有親戚關係的 有一定親戚關係的就把他們通通殺光 那皇帝這樣殺 其實我不意外 OK 然後明朝那些事的作者 他那個時候我最近看到那個靖難事變 就是那個明城主攻進南京城有沒有 然後有很多的人就自殺了 有很多人就自殺了 你看我 我覺得這個作者非常的歌頌死亡 他覺得這樣的行為真的是太好了 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呢 你就是被皇帝殺了 你也就認了吧 可是他那些人自己死 或者是帶著全家去死 帶著全家 帶著老婆孩子 或是希望他老婆帶著全家去死 他們也這麼歌頌他 我就想說這個華人的社會是 對生命是輕如紅毛的 那所以我就跟大部分接受中華文化的人一樣 我其實對生命是沒有很強烈的感受 對 那我們有一天我太太 其實我不大喜歡講死刑這個問題就是 我連我太太我都說服不了 我幹嘛還跟人家講死刑啊 我每次發生這種案子的時候 我跟我太太的關係就變得很奇怪 那就是兩個都很小心 你知道嗎 因為在北投那個案子發生的時候 因為我太太知道我反對死刑 北投那個案子發生的時候 兩個在那邊看著電視 他就 這樣子應該判死刑了吧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我說 啊 那些人是姓金賓 但是我講的時候 我太太已經在遙遠的家的另外一頭了 然後他知道他沒有辦法說服我 我也知道我沒辦法說服他 所以內服的這個案子發生的時候 我們在家裡有三天的時間是非常小心謹慎的互動 就是說我會在他不在的時候才看新聞 然後他來的時候我就會竊到那個大學生 有問大學生的沒證明 然後你就覺得兩個人怪怪的 可是我們不討論 我們不討論 對 所以我在想說一個這麼信任你的女生 然後跟你更衡生活這麼久的女生 你都沒有辦法跟她溝通 你跟人家溝通個屁啊 但是有一天 那個時候大概是我 大概三十幾歲的時候 我去參加民間思考委會的一個活動 那個活動叫做法律生活營 然後他的對象是大學生 有一半的是法律系的學生 一半的是非法律系的學生 然後我們去當小組輔導員 然後到了活動的最後 有一個縱橫座談 就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坐在前面 OK 然後就有一個女生 我還記得那個女生的樣子 她現在不知道在幹嘛 那是十幾年前的 她說我有一個問題 我希望懲罰官回答我 我說好 然後她說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你判死刑 而且這個人已經執行完畢了 然後你發現這個案子是冤獄 你會怎麼辦 然後我就愣著看著她 我大概看了她三十秒 欸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在這個之前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跟她講我不知道 欸 我跟她講我不知道 然後後來我就想一想 然後我就說 我想我可能會辭掉這個工作放出我自己 那都市兄弟子的這個案子 給我很大的衝擊 因為這個案子是我們直接審理過的案子 然後我們很認真去審理它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不一定是他們做的 我們的結論不是 一定不是他們做的 我們的結論是不一定是他們做的 那後來這個案子上訴了以後 他上訴第一次開庭 因為一審判入罪 我們就當庭釋放了 然後檢察官上訴 上訴了以後第一天 第一次開庭呢 那個壽命法官就把三個被告壓起來了 從那天開始他們就沒有回家 然後壓起來以後就判死刑 然後罪告法院發回更審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發回三次 到了更四審的時候都是判死刑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在心裡就 就一天到晚在罵費死的人你知道嗎 罵費死的聯盟 我說你們這些白 那些我認識的 我想說你們白癡啊 這個是唯一死刑的案子 唯一地方法院判無罪的 所有的 你注意看 所有死刑救援的案子 幾乎都是一路判死刑 這是唯一的一件地方法院判無罪 高等法院一次判死刑的案子 你們難道不覺得這個案子很奇怪嗎 可是呢 因為我們從小就 我們很年輕的人就被訓話了 就是法官不允 你判過這個案子你就不發表意見 所以我也都沒有跟他們講 你們應該注意這個案子 意思是沒有 然後有一天 有一天 那個是輔大吧 還是吳豪仁教授 他是輔大嗎 輔大 輔大 他寫了一個人 他寫了一個人 他寫了一篇文章 他那篇文章是寫給蘇建和法官們看 然後他寫了一個日本的法官 叫做雄本典道吧 然後那個法官是一個天才型的人物 他非常年輕就考當法官了 然後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審一個案子 他認為那個案子應該判無罪 另外兩個比較資深的法官認為應該判有罪 因為他認為那個案子的過程中有刑窮 然後他判無罪 然後後來他屈服了 當時他屈服了 然後就一次決定有罪 那後來那個人死刑確定 死刑確定以後 那個法官就是沒有辦法承受心理壓力 他就辭職了 然後辭職以後就去花天酒地 花天酒地 然後當律師 他當律師賺很多錢 但是他還是不斷地放逐自己 反正就講了一些很長的很長的過程 最後他決定了 他要站出來救援那個案子的被告 然後我看了那篇文章以後 我就想說好 我也要來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以前沒有法官這樣子 以前沒有法官做過這種事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發私訊給費死聯盟的人 我說你們知不知道 因為那個案子台灣的都市兄弟案 在那個時候被注意到了 那個時候真是那個太陽化事件 福茂正義的時候 他們把這個案子跟大陸福茂事件連在一起 我就跟他們講說 如果你們願意為這個案子開研討會 我願意去報告 他們覺得很震驚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是出了名的不參加學術活動的法官 對 我是很好 因為我其實我不喜歡讀書 我不喜歡讀法律學 對 OK 然後他們大受鼓舞 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很早就知道 我有參與過這個案子的審判 然後他們一直覺得說 如果找我來講這個案子 是一個過分的要求 所以他們不敢提出這個要求 然後我們就很快地 決定了要開研討會的時間 好 那我忘了什麼時候 我只記得我們那時候 可能是2月的時候決定4月要開 結果法務部在3月就把這兩個兄弟殺了 對 然後確定的那一天 確定的那天我在台北上課 然後我在跟朋友喝酒 後來因為不斷有訊息說有包括這兩個被告 那我們就問Face的人 他說他們還在求證 求證 求證到後來要說真的 真的就是他們 然後我還記得我就分頭打電話給壽命法官跟審判長 然後我打給我學弟 他是壽命法官 他說 怎麼會這樣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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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打給我的庭長 當初他的審判長 然後他沒有接電話 後來我就用簡訊告訴他這件事情 然後他回我的簡訊他是這樣講的 他說這個案子糾結了我們三個十幾年 他說現在總該過去了 然後 哎唷 對不起 然後他說他一直在想 為什麼大陸的人當初沒有對死者的位意做毒物反應 對 因為他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些人都會這樣怪怪的被殺死 然後他在想說如果這就是命 就是台灣人的命 他希望將來不要再有這種情況 後來我就 那天就喝了比較多了 就醉飽飽飽了 然後就走在街上 然後就抽著煙 對著天上講 對著那兩個人 我還記得他們長什麼樣子 我還想說希望這個案子是你們做的 對 我希望案子是他們做的 因為這樣子我的體制 我所屬的體制 才沒有辦法 才沒有害死他們 在場有沒有學理工的人 好 請謝謝 有一天 我高中我們有五個人 五個 我們當初五個是結拜兄弟 那這五個人是不同領域 我當法官 有一個在當輪跡系的系主任 有一個在開飛機 有一個在台灣大哥大的管倉庫 有一個在上市公司當財務副總 然後有一天我們五個人在喝酒 然後結果另外四個人就罵我一個人 因為呢 因為他們都贊成死刑啊 OK OK 然後就罵罵罵罵 我就對著那個學人機的講 他是學機械的 我就說我問你 這個世界上有沒有不會出錯的系統 好 那我再 我再 然後他就愣了一下 他就愣了一下 我就說那我再問更小一點的問題 一艘船的輪跡系統 有沒有任何一艘船是 他的輪跡系統是絕對不會出錯的 他想了想說沒有 我說好 OK 那我的理解如果沒有錯的話 輪跡系統是靠什麼 第一個靠電腦的指令 第二個靠齒輪 對不對 第三個靠它的皮帶來運作 他說我問是不是這樣 他說對 那這樣子的組成 比人組成的系統應該比較安全吧 你會認為你比齒輪安全嗎 不會吧 對不對 OK 他說對 我說好 那如果是這樣 這些東西組成的系統 你都認為沒有望如於私人 你為什麼相信人的系統 你為什麼相信人組成的司法系統 不會犯錯 他就說對 你講的有道理 但是我還是反對廢死 我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覺得 那些被冤枉殺死的 不會是你的孩子 所以你反對廢死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我 如果你的孩子有可能的話 你會戰爭死刑嗎 他就不講話了 快來吃飯 快來吃飯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在這個圈子二十幾年 我非常清楚我的圈子是一個很容易出錯的系統 那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 大部分的法官是有束縛的正義感 而不是他們心腸很壞 是他們正義感太強烈 那有一個原始正義感的法官 他比較不能夠 怎麼講呢 他比較不能夠客觀的 冷靜的去觀察證據 去評價證據或去組合證據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看一看 他這樣就是壞人啊 對啊 這個人這麼壞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在想說 如果這是一個沒有辦法避免犯錯的系統 那死刑真的太可怕了 那後來台灣的社會 就發生了姜國慶的這個案子 其實坦白說 我有一點高興 我高興的不是姜國慶被冤枉殺死了 我高興的是 我們終於發現了 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大家相信他是冤枉被殺死的案子 我一直想說 透過這個案子 台灣社會有可能 有可能會有比較多的人 會認同我的想法 就是我們會犯錯 我們的體制會犯錯 然後我就慢慢的觀察這個案子 沒有 沒有 在那段時間 大家都把重點放在那些可惡的軍人 那些害死江國慶的人 他們認為只要那些人不可惡的話 就不會有冤獄 那所以我想要講的是說 其實我真的找不出有合理或正當的理由 國家可以因為犯錯去剝奪一個人的生命 接下來我可能要講到說 欸 那哪些人 哪些人 哪些人會被冤枉判死刑 你覺得連戰的孩子會被冤枉判死刑嗎 你覺得馬英九的孩子會被冤枉判死刑嗎 好 我們講現實一點 你覺得我的孩子會被冤枉判死刑嗎 我跟你講不會 為什麼不會 因為我有專業能力啊 我有專業能力啊 我可以 我知道怎麼在訴訟上 我知道去找怎麼樣內行的律師 去幫他辯護 我甚至可以辭掉工作去當律師去幫他辯護 那誰的孩子會被冤枉判死刑 江國慶的爸爸媽媽 那這是怎樣的人 這是怎樣的家庭 我跟你講齁 我在民國82年快要實習結束的時候 我做了一件很無聊的事情 我們班有120個同學 我就真的120個一個一個去打聽 打聽得不到我就跑去問你 你爸爸媽媽在做什麼事 OK 然後呢 然後都打聽結果以後 我的統計數字是75% 75%的學習司法官來自中上家庭 什麼叫做中上家庭呢 就是有錢人的孩子 大官的孩子 醫生的孩子 法官檢察官的孩子 教授的孩子 75% 那 其實我 我應該不是那種很天真的說 人都生而平等 然後大家都一樣這樣子 可是這個數據在當時是讓我震驚的 我沒有想到 來自中下家庭能夠當法官檢察官的 只有25% 各位 如果你有興趣回到你自己的班上 我相信在台大 你們的比例會更高 OK 那我要告訴你的是 會被冤枉判死刑的家庭 大概都是這25% 我有一個小學同學 他 我那時候讀士林國小 我剛剛有講過 然後我們有很多家庭是父母親比較重視教育的 然後從陽明山來士林國小讀書 然後他家住在哪裡呢 住在中國大飯店的後面 大概是沙茅山 那現在那邊有很多土基層和泡溫泉的別館 在我讀小學的時候沒有 那是一個荒山 然後有一天我那個同學每天衣服都髒髒的 每天衣服都髒髒的 然後成績不大好 那有一天我還跟他很好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會把功課借他操 他有一天就很害羞的問我說 他說陳寫你要不要來我家玩 我說好啊好啊我最喜歡去人家家裡玩了 然後就找一個禮拜六 我們那時候禮拜六是要上課的 然後找個禮拜六的下午中午放學後 我們就去他家玩 從那個公車站 陽明山中國大飯店的那一站 走到他家我走了半個小時 我們走了半個小時 去他家沒有人 只有幾隻鴨子跟雞 然後他說他爸爸媽媽在山的那邊在種植 然後我們就用樹枝啊 用樹枝然後用磚子 然後碟火拿一個鍋子上面 在那邊燒水我們煮泡麵 我們在半路的雜貨店買泡麵 我就問他說為什麼不要用罩 他灶太大了你要浪費很多樹枝 那為什麼不要用瓦斯 瓦斯很貴 那我們就在那邊煮 然後後來我回家以後我就在想說 難怪他衣服都洗不乾淨啊 因為他媽媽沒有時間幫他洗衣服啊 然後難怪他功課常常沒有寫完 因為沒有人教他 他還要照顧他妹妹 然後一直到坦白說其實我是一個怎麼講 我是一個要很老才會去想以前的事情的人 我大概大概到了45歲的時候才想到這個人 然後我在想說 這個人如果他跟我一樣聰明 他會讀一點書 那他可能要有三倍的努力 他才有機會跟我一樣當法官 因為他的生活是辛苦的 那我為什麼想要跟你們講這個問題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如果我們讓階級不流動 變成一個社會的常態的話 那臺灣的社會不會是安全的社會 以前的情況是說 如果階級不流動的話 大概會農民起義會造反 像劉邦啊 朱元璋就是這樣子的 以前會造反 現在的社會體制是不會造反 也不會革命 但是他會有極端的犯罪 那你要說如果要用殺戮來解決這些問題的話 那些人其實根本不怕死啦 因為那些人他已經放棄自己了 對 他已經放棄自己 已經放棄自己的人他不會怕死 或者說他想要用一件事情 來讓大家注意到他 或者是來完成他的死 他沒有那個勇氣自殺 那我們今天如果說 像內湖和北投的那樣子案子一直出現 其實這是一個警訊 我們應該要想辦法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讓社會流動 讓階級的流動變成可能的 就是像我們小時候家裡沒有錢 我們可以透過讀書 我姊姊是台大的法律系人 就是我們家是沒有錢的 但是我姊姊就是很認真讀書的那種 對 他都每次都是第一志願 那我每次都是到處第一志願這樣 OK 那他可以 我記得我姊姊那時候 我那時候為什麼要去考法官 我姊姊就跟我講說 我們家沒有錢 你想要馬上改善你的生活或家裡的生活 考試是最好的方法 最快 對 那所以以前的人 對 我姊姊年紀好像跟老師年紀差不多 以前的人可以透過努力 來讓階級流動 可是台灣社會的目前的焦慾的情況 好像變得比較困難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可能要花更多的資源 在於那些可能會放棄自己的人 為了我們自己的健康 那我記得我之前有一天 我有一天就又是喝酒 有一天我就在家裡酒喝一喝 不是在家裡有 跟同事 酒喝一喝 然後回去 然後我就打開電腦 在FB上就開始亂寫 開始寫我的網誌這樣子 開始亂寫 然後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做 《階級的問題》 然後寫完以後我就覺得很爛 對 我覺得我寫得很爛 但是我還是把它撲出去了 然後後來就 FACE聯盟的人就看到了 他叫我說 欸 你可不可以拿來接我登 我說拿去啊 然後就拿去登了 登了以後 有兩個非常資深的法官打電話給我 或者是LINE給我 那其中有一個是法官學院的院長 他說我講好久 我一天會是不用錢喔 他就跟我講講講 一直講講講 他說他有一天跟我講 他說清潔 有一天 如果只有貴族可以當法官 這個國家就完蛋了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他那時候 他說考試院想要改一個規定 那是什麼樣的規定呢 就是說你將來只有律師可以考法官 那你律師要怎樣的律師可以考法官呢 你必須執業一定的時間 比如說執業兩年到三年 你才可以當法官 他說清潔 我跟你講 今天如果是有錢人的孩子的話 他第一個他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事務所 然後他甚至還可以跟事務所講 我就掛名就好了 我不要辦案 假裝我在職業你知道嗎 假裝我在職業 然後他就去讀書 所以他可以輕易地考上法官 那今天沒有社會資源的人呢 他去受僱以後他就要被老律師押葬 他就每天都在辦案 辦案 辦案 他沒有時間讀書 所以他會考不上法官 他說如果這樣子的話 將來只有貴族會考上法官 那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這幾年 因為其實我的資歷是不應該留在地方法院的 對 因為就是應該去高等法院或最高法院 對 那我們在地方法院的時候 因為我們比較資深 所以我們會跟年輕的法官一起工作 我們會跟年輕的法官一起工作 然後 對 而且大部分都是貴校的 對 然後我發現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沒有辦法理解這些人為什麼會犯罪 他沒有辦法理解這些人犯罪背後的原因 他只有一個想法就是你做的錯是你應該被處罰 這樣講也沒有錯 可是我要怎麼跟他講呢 除了就是常常在跟他在FB做好友 常常在FB那邊靠杯讓他看一下以外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建議他去當少年法庭法官 因為少年法庭法官其實會來少年法庭的少年 有很高的比例是來自於不健全的家庭 或者辛苦的家庭 我想要讓他知道說台灣社會有這麼多 這麼多不幸福的人 然後他們 你會覺得 講極端一點 你會覺得他的人生不是被祝福的 他的人生是被詛咒的 那有一天 我希望這些支持這麼好的法官 有一天他能夠知道這些問題 那在他做出決定的時候 可以更合理 我先講第一個問題 然後因為我現在五十幾歲了 我如果講完忘了第二個問題 你再跟我講一遍 我在兩年前碰到一位資深的法官 學長 他有一天跟我講 我剛認識他 可是那個學長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很厚的法官 就是他有相當的厚度 他跟我講說 親戚 我冤枉過人家判死刑 我說蛤 然後他就說 而且那個人已經執行了 我非常震驚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大部分的我們都會常常在想說 我判那個案子判死刑 我有沒有判錯 大部分人是這樣子想 會把這個疑問帶進棺材 可是他是第一個很確認他曾經判死刑 而且死刑的人是冤枉的 然後後來我們就對死刑做很廣泛的聊天 就講到 講到您剛剛講的硬報 就是硬報就報應 他跟我講說其實一個人的家裡無端的被侵害 那種怨恨 屈辱和傷痛是很難平復的 他說當他希望做這件事的人付出對等的代價 他認為合理 其實我也認為合理 我就跟你講 我從小就不是生活在尊重生命的環境長大的 我也認為合理 我太太也認為合理 然後他就導出一個結論 他說像那種非常堅定反對死刑的法官 真的是太幸福了 像我們這種有一點點很反對 但是又有一點點認同死刑的人 其實那種死刑的法官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您剛剛講說那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在戈合案宣判的時候 我們就說 曾文青怎樣處無息徒刑 其實你知道嗎 然後主文念完以後 我們花了一點時間講我們為什麼沒有判死刑 其實我很感謝那個小男孩的姑姑 你知道很多案子都是姑姑 我很感謝那個孩子的姑姑沒有打斷我 讓我講完 因為我已經準備好 我已經準備好他都要在法庭裡面破口大罵我了 對 我大概會靜靜的讓他罵完 我不會自止他 因為我知道他需要出口 然後我可能會等他罵完以後 繼續把我要講的話講完 但是他沒有罵我 我很感激他 那你說我要怎麼面對 我要怎麼面對被害人的這樣的情緒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要面對 也就是說 我面對的方法就是準備好讓他罵 那他要在我面前 在法庭上在我面前罵 還是要在記者面前罵 在鏡頭面前罵 我都接受 對 我還記得那個案子 那個案子 反正社會都在罵 然後 可是有些罵是比較情緒的 然後我們的發言人就說我們尊重 我就跟我們那個發言 擔任發言人的廳長跟他講說 請你不要 我們不是接受 我們接受 但是我們不會尊重 就是如果是被害人的家屬的話 我會尊重 如果是社會你要罵我 我可以理解 而且我會接受 當法官就是要被人家罵 但是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這就是我的判決 然後請你批評 所以要怎麼面對被害人呢 我倒覺得面對被害人 因為被害人其實是弱勢而微弱的 他能夠對法官的傷害其實不大 其實比較困難面對的是輿論 對 比較困難面對的是輿論 那你說我們要怎麼面對 我覺得兩個先決的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你做錯判決之前 你要搞清楚 你應該要理解這個社會會怎麼評價你這個判斷 那你如果覺得這個判斷是對的 但是你覺得社會上會騙你 社會上會罵你 那你就準備靜靜的挨罵 對 那你盡可能的把你的理由 在判決裡面就寫得充分 然後就有宰狼眉這樣子 那第二個問題 您剛剛講到高風險的家庭對不對 好險我沒有忘記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會希望 我跟你講我前天去走大甲 去跟大甲媽走到髒話 大甲媽祖會以前是去北港 現在去新港 這個東西在台灣已經好幾年了 我從小到大我都知道這件事 但是我那天去走了一天 我真的大開眼界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是說 趁你現在還在讀書的過程中 盡量去玩 你如果是北部的孩子 你們班上有 或者你的朋友有南部的同學 你就喊暑假去家家住幾天 你去看看台灣社會的各種角落 你也可以去我當初服務的花蓮 盡量去玩 盡量去看看台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我大概只能這樣想 那不要一天到晚 活在你的同溫層 盡量去玩 我想你會有感受 有些東西是你一直聽 你一直聽 然後這些東西 對 很虔誠 很熱情 可是你去了以後你會發現說 那個氣氛是你之前沒有辦法想像的 我還記得我以前在當少年法庭法官的時候 有一天我就跟我太太講說 某一個少年我一個月要給他一千塊 那我太太說你手上有幾個少年 我說三百多個 他說你會心水不夠開 我說沒有這個特別 因爲什麼特別 因爲他媽媽跑掉了 然後他爸爸剛去世 我就說 然後那個中途場所的老師也反對 然後我只是跟他講說一千塊 其實一千塊不能幹嘛 我就跟他講說 我只是要讓這個孩子覺得有人在愛他 如果用一個月一千塊讓他覺得有人在愛他的話 我覺得是值得的 然後有一天他父親去世的時候 我就載我太太我要去年鄉 然後我們去到一個 我以前有看那個好小子漫畫 你們有沒有看到 就是那種日式的 然後斜頂的木造的房子 然後那個房子有一半是垮的 然後剩一半 我就停在他門口 然後我老婆就說 欸 你不是要去少年家嗎 我說對啊 這個就是啊 我太太非常驚訝 竟然有人住在這種房子裡 然後完了 我們就臉了香跟孩子講講話 然後我們就開車走了 我老公 要不要一個月三千塊好不好 所以開闊你的視野是比較好的方法 如果以我而言 你今天如果說我現在50歲 你要把我關到死 然後或者說你現在要一槍打死我 欸 我可能會選擇你一槍打死我好了 如果以我 那我們來想想看江國慶 如果以江國慶而言 你可能關到60歲的時候發現說 啊 歹勢 陳一賢 我跟你玩弄到了 趕快把他放出去 我還可以在我有生之年獲得平復 還有獲得名譽 還有願意賠償 死刑是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回復的 那很多人 你剛剛講到說如果那個案子他會假釋 我要講的是說一個法官他 我是這樣跟自己講 一個法官他要判的時候 其實我的理解是這個人他不一定要假釋 假釋不是他的權利 沒有 我怎麼可能講就是他就知道被關到死 喔 被關到死 對 那你覺得這樣比較殘忍 我只是想說知道他關到被關到死 因為被關到死他還活著啊 你了解嗎 就是說我們讀法律的人就很奇怪 我們會把生命權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對 那我太太曾經提出一個質疑 我相信我太太這個質疑你也有的 你就稍微點一下頭 他說為什麼罪證明確的 你如果好 你如果怕冤枉人家 不要判死刑 那為什麼罪證明確的你不判死刑 OK 有人點頭了 對 你們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想法 那我要跟我太太講的是說 理論上每一個判死刑的都要罪證明確 才可以判人家死刑 所以理論上沒有那種不是罪證明確 可以判死刑的案子 這樣講就太唬爛了 那這樣講好了 社會壓力會逼迫法官把罪證不明確的案子 看成罪證明確的 你看鄭傑是很明確啊 因為他是當場被逮捕嘛 現場有很多監視器的畫面 所以可以確定是他 然後那個內湖的內建也是當場被逮捕 所以他是很明確 然後他是很明確 因為他有物理性證據 那如果有一個案子 像杜氏兄弟的這個案子 他有這麼多這麼多科學的證據 檢察官代表的國家也說他很明確 所以這明確的案子 我會認為他是一個潘朵拉的盒子 他一打開以後不是明確的案子 他也會希望你變成明確的案子 對 所以沒有辦法這樣子生 然後後來還會變成一個不合理的情況 就是說有的人他其實是比較勾矣 他做過的事情他會承認 然後因為他也承認嘛 那還有其他的證據 所以這個案子就會被罪證明確 他就被斃了 那另外一個人比較兼詐 他死都不承認 那他死都不承認 他就掃了一個證據 那個證據叫自白 然後他有其他的證據 然後呢因為他死都不承認 所以他變成罪證不明確 所以他就活下來了 我相信這不是我們要的法治現狀 這是一個沒有辦法統計的 因為我們拿 有一個叫平淵 他的全名叫什麼 平反冤獄協會 然後 蛤 冤獄平反協會 然後還有一個費死聯盟 包括民間市改會 就是說他們主張的 他們主張的冤獄 冤錯假案 他們主張的冤錯假案 跟是還沒有經過認可的 也就是說 這些是不是冤錯假案是個問號 那以體制的立場 我就說以體制的官方的立場 他一定會認為說 這些東西都不是冤獄 所以我才可以執行 沒有一個總統說 或法務部長說 這個是冤獄 我還把他送去執行 不會的 他都認為這不是 所以您的問題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統計的 對 然後但是如果以我的猜測 冤獄一定會少於不被冤枉的 才合理 了解嗎 然後比較的是 就是有些重大 就是很殘忍的人 然後他可能被判毒性 然後他假釋出來 又再殺了 就是這樣吃有點像是 就是法官可能會擔心 他判冤獄 殺錯人 可是那你們會 會不會擔心 有人今天 不判冤死刑 他出來再殺人 給他一個再犯人 對 再殺人 會 我們非常怕 我們每次 每次檢察官在決定 申請羈押一個 你覺得這個狀況非常不對的人 但是他可能不符合法律的規定的要件 然後你沒有辦法羈押他 或是你不應該羈押他 把他放出去 我們都非常害怕他繼續犯罪 或者是犯更極端的罪 對 可是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訓練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可以因為這個人可能會犯罪 就把他關起來或把他宰掉 一定要有一定的條件 因為只有希特勒會做那樣的事情 就是說你這個壞胚子 陳欽賢你這個壞胚子 你可能出去還會害人 我就先把你宰了 這個是不符合現代國家的要求 對 但是你說法官還不害怕 法官當然害怕 所以你在想說那你為什麼不要判他死刑 讓社會比較安全 那這樣子的話會不會有一些 因為他會不會再犯罪 會不會再去害別人是一個未知處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標準來決定 有這樣風險的人 我們要把他關起來 或者把他判死刑 對 我們沒有辦法 而且他會再犯的罪是不是一定會去殺人家 目前為止大概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民主國家會做這樣子的想法 對 但是法官會怕 那是一定的 我對台灣的假釋交話是沒有信心 對 對 你們沒聽聽 我對台灣的假釋交話是沒有信心的 我要講的是我們這個國家把資源放在司法 或者是司法的前端後端 或包括審判的這部分 其實我們國家放的資源是非常少的 那各位就一次性到的在罵法官 其實罵的80%都是對的 可是沒有了解一個現狀就是說 我們是在很少的資源裡面做這樣的事情 做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對 那您剛剛講 其實我剛才回答那位同學的時候 我的想法是跟你一樣的 今天如果換成是我 你要把我關到死 跟一箱把我打死 我希望你一箱把我打死 但是還是一個東西回復可能性 因為這個體制是會犯錯的 那這個體制會犯錯 如果我們國家有夠好的機制 像NGO的那些組織 他可以提醒公部門說 你們這個案子判錯了 我要申請再審 那如果說有這個機制 讓公部門發現我這個案子是判錯的 死刑是沒辦法回復 但是無期徒刑或雙證監禁是可以回復的 我覺得對我而言 對我而言最大的差距在這裡 也就是說今天一個錯誤是有機會 有機會可以一點點彌補的 那死刑是沒有辦法 因為死刑是不可逆的 對 這是我的想法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說 那法官對於有些就是可能真的明顯可以教化 那你確保他的故事最辛苦 讓他假釋就是無法講習 那是不是犧牲了一些 有機會前的教化可能性 OK 就講到教化可能性 各位你們看報紙看到教化可能性 會不會一頭霧水 會齁 一頭霧水 對 那你們想不想問我教化可能性 有天就是私底下場 然後有一個不知道是誰 一個高中老師吧 高中公民老師 說 欸 什麼叫教化可能性 我說 那是你好爛啊 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教化可能性 對啊 我跟你講 你高中的時候 從模擬考知道你可以考上台大 可以考上政大 你高中的時候 他有人有辦法跟你講說 你將來的事業會不會成功嗎 你將來是個好人還是壞人嗎 我覺得教化可能性 而且教化 教化是一種以前的那種國家 國家很喪惡的概念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要教化人民這樣子 那我覺得教化可能性 用這個標準來決定要不要判死刑 是我不認同的 對 沒有 我本來就反對 因為我覺得死刑有風險 我覺得應該是說 這個人他的行為 有沒有一絲一絲 可以被同情的原因 或可以被接受的理由 而犯這個罪 如果有一絲一絲 那就不應該判死刑 將來的東西是怎麼樣評估呢 就是說這個人將來就會乖乖的聽政府的話 叫教化可能性 怎麼評估 我覺得那根本就是胡亂啊 對 我剛剛直接反對就是 剛開始 卡班說 怎麼判斷有交到球 對啊 那反過來就是 怎麼知道他沒有交到球的信 對 那因為你沒有辦法否定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不是絕對啊 所以你要拿這個東西決定他生與死 你不覺得說是拿一個非常 非常飄渺的東西來決定生和死嗎 這麼重要的差別 要用一個這麼不確定的概念 來決定 我覺得是一個 第一個很不科學吧 第一個很不科學 第二個沒什麼道理 對 我自己理解可能是有一些 像是精神的情況之類的 那就不是教化可能性了 對不對 那就不是教化可能性了 他本來就是 如果以我的標準的話 他本來就是有於失職的同情的原因而犯罪 那他本來就不應該判死刑 對 但是我要跟你講是說 也許有一天我碰到這個案子 我也可能寫教化的可能性 因為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寫比較好 但是如果是這樣寫 你就會知道說這個法官要後欄 對 因為 我對於教化可能性這個理解 你就叫那些寫教化可能性 這些字眼的法官來解釋 什麼叫教化可能性 我不知道 可能下一次會有一個林夢皇法官 他速度比較多 他可能會講得比較好 我認同當夏制民法 法官沒有談出來教化這件事情 但是教化這件事情可能真的就是一個 你必須在監獄或是一些 就是在需要專業的人士來 來服製這些犯罪 讓他們可以回復和教育這樣子 人家屬名或屬名不得 也是幫你做改變的這件事情 當然沒有辦法 不算一把彎蛋沒有辦法 當下判斷 所以我們可以把教化的可能性 把他用白話一點講 就是改善可能性 改善他行為的可能性 那 你 那有誰是沒有這種可能的 殺人魔王也沒有這種可能嗎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可能 對啊 那如果拿這個標準的話 那每個人都不要判死刑了 所以也許這就是像 那就是我國際的那種也覺得像 歐洲國家他們的那些 就是不會想要付出人情侵犯的事 那也許你相信的那些事情 不會他們有放棄力 他們有宗教的原因 他們有宗教的原因 對 自白它是證據的一環 然後我們如果講審判上的自白的話 我們會把案子分成有送真性跟沒有送真性的 就事實認定上 如果這個被告對檢察官起訴的事實 他是承認的 我們認為在檢察官起訴的事實 這個部分是沒有送真性的 那可能接下去要討論我們怎麼良刑 所以你說自白它是證據的一環 然後因為它會影響到這個案子 變成有送真性跟沒有送真性的案子 所以這個證據的價值是 當然是高的 我要跟你講 我當法官23年 今天如果有個被告跟我講他被刑窮 我從我當第一年到現在 我都沒有辦法排除他講的是真的 也就是說 每個被告說他被刑窮 我都覺得有可能 但是我們會去看 有的人就說他被刑窮 可是他被刑窮 但是他的筆錄 從以前到現在他都否認 他怎麼否認 然後他所有的筆錄都是否認犯罪 你也否認犯罪 你跟我講你被刑窮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的筆錄就不是證據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拿刑窮當抗辯是刑事被告常常有的方法 但是以我的直覺 台灣社會還沒有完全去除刑窮 大家就想說那刑窮為什麼警察要刑窮 他們警察為什麼這麼壞要害人 其實不是 其實會刑窮的警察都是我講的 有束縛真意感的警察 他就認為是你啊 他就認為這種形象就顯示是你 你就不承認啊 不承認他就棄啊 然後他就別 只有 我跟你講 通常都是有真意感的警察會刑窮 不是那種 台灣社會比較少那種 故意要陷害人家入人於罪的警察 那還有一種可能性 他有績效的壓力 他有績效的壓力 他的長官逼他一定要教人出來 在以前的時代是這樣 那所以說你說剛才您剛剛講說 是因為司法體系太重視自白的證據力 我要講的是說他要分 如果在審判上自白 也就是說他在法官 在我法官面前他也自白 那他是真的會讓這個案子變得沒有送真心 那但是他如果在法官以外的地方 比如說檢察官那邊跟警察那邊 他自白過 他自白過 然後他在我這邊是否認的 那以前的自白的效力 對法官而言 以前的自白的效力 就跟一般的證據是一樣的 這個差別你可以理解嗎 他如果在我面前 我很確信他不會被刑囚 對 我很確信 然後他也承認這樣的事實 或許我們還會跟他講說 罪很重喔 你有做才要承認 罪很重喔 你要考慮清楚 你可以不要今天決定 你會去想一下 就在我面前我們可以確定 所以他在我面前如果自白 會讓這個案子變得沒有送真心 但是他如果在我以外的地方自白 在法官以外的地方自白 那他可能就跟證人的證詞 是一樣標準的證據 大概是這樣子 我要這樣子回答你 就是說一個制度 是適用在全國的每一種人身上 所以此行 他會適用在有錢人像連戰的子孫 他也可以適用在沒有錢人的子孫身上 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用一個制度說 碰到有錢的人 好 我們用這個制度 碰到中下階級的人 我們用這種制度 但是一體適用的結果 他會產生不公平 他會產生不公平 那我還是要強調的是說 天底下沒有一個系統是不會犯錯的 那如果我們可以理解到這個現象的話 我們就應該要讓這個系統 處於隨時面對犯錯的狀態 雖然說我寧願一槍被打死 但是如果我是含冤的 如果我是被冤枉的 我希望我可以有生之年 就像美國有一個人被關了30年 我還可以走出監獄 微笑的對於記者講 我原諒那些警察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這樣 對 今天 可是我們不知道我們抓進去關的人 被判死刑的人 他是不是冤枉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留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們應該要留一個機制 讓他處於有機會走出監獄 跟記者講 我原諒那些冤枉我的警察 我認為我們應該要這樣 對 所以雖然如果我沒有被冤枉 我寧願一向把我打死 但是我還是要講 每一個死刑犯都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不好意思我今天是來的旁丁 我本身是法律專業 那我在以前有看過一本書 不知道懲罰官有沒有看過 那本書叫做監獄風雲 那監獄風雲的作者很有趣 他以前是法律系畢業的 可是他後來因為犯罪而進到監獄 那因為他本身懂一些文書 所以監獄請他去做一些文書 所以他有機會把他在監獄的所見所聞 給記載下來 那那本書精彩有講很多故事 那那本書最精彩的地方是 他提到一個觀點我很深刻 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說當法務部把那個假釋的標準 往下降的時候 那些獄中的大哥突然就整個暴動 然後還產生出一些滑變 那我想問的問題是 如果我們今天選擇用無期徒刑 而且不得假釋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這個對於在獄中的 最大惡極的犯人來說 那你等於說把他死刑的證明比了之外 那他也沒有任何的空間跟任何的可能 那我們知道人在一個任何 希望都沒有的一個環境之中 人做出什麼是無法保證的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我的觀點更為激進 我覺得連無期徒刑不得假釋 這個東西都是危險 因為你讓人的希望完全關閉 這比救號可能性還更可怕 這你讓一個人的未來完全黑暗掉 甚至是連獄卒的管理都很困難 因為你想想看我們就算判終身不得假釋 第一線面對的其實是監獄的人員 你要怎麼這樣去一群沒有希望的人 他包裝起來真的 老子有說一句話他說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為之 當然尋監獄的求犯都不怕死 他都關在監獄了 你覺得我們能壓得住他們嗎 這是我的問題啊 我很好奇就是三跑官對於說 假設我們死刑的配套是終身不得假釋的看法 因為我聽剛剛陳法官的意思 好像是比較偏向這一點 其實我對這一點的問題也是很大 只是因為現在連死刑都還沒有去處理掉問題 那這可能比較後端的 我很好奇這個陳法官的意見 我的意見喔 我的意見是人只要活著 有機會可以證明他是願望的 就比較好 那你剛剛講的說 遇政管理的那些問題 其實都不是問題 你只要有資源下去 你有足夠的空間跟能力 那些都不是問題 那些都是技術的問題 對 你要吃到那些 其實您剛剛的看法 跟那個大寮監獄之前有結球的情況是一樣的 對 你這樣講是沒有錯的 但是我還是要講的是說 如果讓我選擇 我不會因為技術的問題來決定說 那我還是贊成死刑或怎麼樣 因為我坦白的講 我是為了一己的私利而反對死刑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很怕有一天我怕人家死刑 結果那個人是被我冤枉的 我不知道怎麼面對我自己 我剛剛跟各位講的那位資深法官 他後來也辭掉工作 在外面晃了兩年才回來 但是從那時候開始他也不辦刑事 他就辦民事案件 對 對 那我簡單地講 我是為了避免自己變成一個 錯誤剝奪人家性命的筷子手 反對死刑 如果你要讓我選 我要選擇可以假釋的無期徒刑 但是我認為我們的國民 沒有辦法接受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要廢除死刑的話 他們可能需要有一個不得假釋的終身監禁的制度 我們的國家 我們國家的人民會比較有機會接受 但是如果要讓我選 但是你無期徒刑可以假釋 這個環節我們要做得非常精細 對 我問你講疑問 就是我剛才想說 就是所以 所以麻煩是說 因為現在還有事情 所以我應該要支持的是 無期徒刑 這樣保持人家 然後等到我們如果變成無期徒刑 就能感激 然後就變 就比較支持 無期徒刑 可以再支持 這個人家 嗯 不是 你如果問我個人啦 就是我個人 就是以我的 我的認知 就是怎麼講 我對刑罰的觀念 我是不贊成終身監禁的 但是如果現在我會支持的原因 是因為他可以比較讓國民 接受TTA假釋的方案 所以就變相鑑禁事實 不是鑑禁事實 但是過了這個東西 是不是一定要推到那個 那個不是我目前想要的 或是說我沒有想過這個 對 我目前想的就是死刑 對 我沒有想那麼遠 就是說你可以選擇A套餐 A套餐就是一箱B 然後B餐就是 B餐就是你可以灌到死這樣 我覺得很有創意 但是我是覺得社會科學 是沒有什麼不可能的啦 是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對 那是說有沒有可能 我要看立法委員 我覺得老師比較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 但是我認為因為社會科學 其實它不是科學 就是說我認為它是有可能的 但是會不會被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A餐B餐嘛 就看你要點哪一個這樣子 對 可是也可能會有另外一種想法 就是說我們國家是不可以剝奪人民的生命的 所以國家不應該有A餐 可能有另外一種想法 但是如果我是刑事被告 我希望國家可以給我兩名 可以給我A餐跟B餐讓我選 就是配可樂還是配紅茶這樣 就主流的看法就對了 OK 食物界的主流道 那個檢察官大概是贊成死刑的比較多 因為不是因為他們比較殘暴 而是因為他們常常在第一線接觸犯罪 他們是最近的 就是法官檢察官他們是最近的 那所以檢察官比較多饑餓如首的人 所以檢察官大部分都是贊成死刑的 當然也有反對的啦 那法官其實我們沒有做過投計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法官有一個BBS站叫做法官論壇 我們有一個法官論壇 那在裡面的言論70%是贊成死刑的 對 所以每次像那個北投的那個案子 北投的那個案子發生了以後 法官論壇就有人在罵 台南湯姆雄的那個案子 對 就直接寫陳情賢 我有另外一個筆名嘛 然後說狗屁 就把我抓出來罵一頓這樣子 這樣看起來 因為你看那個站 看那個站就是贊成錢建榮 錢建榮有來過嘛 贊成錢建榮的站都 去年 它是去年 去年 以前有個錢建榮法官 他是非常抓緊的 說我就是反對死刑那種人 他大概站 他大概站很微弱的20幾個 然後就等下幹嚇他 國家反應有規定他大概70幾個 那你說精明的調查是沒有 但是你要再想說 有多少法官是會上法官論壇的 這點是我們好奇的 可能20%吧 但是我隱約的感覺 我隱約的感覺 大部分的法官是戰爭死刑的 然後尤其不是刑聽的法官 他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法官 大部分是戰爭死刑的 反而反對死刑的比較多是刑聽的法官 對 因為叫人家碰死刑比較簡單 你自己去碰你自己去碰我碰我碰我碰 法官論壇你認為那麼少 去上法官論壇的法官才擔拆二次 我們才 我們有1800個法官 對啊 每次都那麼少戰 正義是一把刀啦 那它是雙面的 所以他一刀砍下去 他可能砍到壞的人 他也可能砍到好的人 那我一開始就講了樸書正義 我以前講到樸書的正義 其實我本來的用語是原始的正義 那我有一個同學是台大法律師畢業的 他說你這個人沒達成就是這樣 你就用這種不文雅的 他就幫我改成素樸的正義 但是他不知道從哪一本書 從一本翻譯的書翻出來的 他就說素樸的正義是比較好聽的 好 那我們就講素樸的正義 其實這個素樸的正義就是草包啦 就是草包 就是靠直覺 因為其實人都有善惡的觀念 你今天看到內湖的案子的時候 你可能心裡會想說 怎麼這麼壞 這個人該判死刑 就跟我太太一樣 就是很基礎的善惡觀念 人都有 那法官檢察官有這種善惡的觀念 其實是合理 也應該有 但是如果這麼原始 那就不夠專業 我們對於法官檢察官的要求 應該沒有這麼低 因為他們其實也沒有很差 各位你們知不知道有一本雜誌叫人間雜誌 以前我有一天跟一個警察去西邊釣魚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你知不知道很多原住民會上遠洋漁船 我說我知道 人間雜誌也有講 那你知不知道那些原住民到遠洋漁船上會被欺負 我說我知道 人間雜誌也有講 現在這些原住民都換成外國漁工 然後他就說他們 因為他說他們那邊 他們轄區有個部落的一個年輕人 就是去遠洋漁船 兩年以後下來 下來以後就變成怪怪的 笨笨的 然後不斷地偷腳踏車 所以他們轄區裡面只要有腳踏車不見 警察就去找他 欸 這台腳踏車是不是你偷的 對 好 然後他就不斷地被遺送到法院來 那剛開始的時候可能判很輕 判罰金 判拘役 判有些東西兩個月之後這樣子 然後我曾經審過他 然後他來 這個很簡單的案子 你有沒有作用 為什麼要偷 如果我沒有腳踏車 我要去哪裡這樣子 OK OK 你知道切刀是不對的嗎 知道 很簡單 這種案子最好了 不用花大腦五分鐘就可以寫完判決書 然後就判四個月 因為他前一次判三個月 好 那我就判四個月 然後我後來就問那個警察說 我後來就回家就打電話問那個警察說 你今天跟我講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他說誰在誰 就是我判的那個人 其實那個案子讓我非常的難過 讓我非常的難過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fear storage 對 我如果多花一點時間 我就可以 我可能可以發現他的情況有問題 從那時候開始我每次都問到一些人 我就會問他說 先生不好意思 你頭部有沒有受過傷 他說沒有 那你有沒有因為頭部的疾病看過醫生 沒有 那你有沒有 我問一個問題你不要覺得我冒犯你 他說好 你有沒有看過精神科醫師 有的就說 他說我不是心情購的 然後有時候我們要跟他解釋 就是說 我想我跟他解釋 可以跟你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今天想要搞清楚的是 你是因為你的餓來做這件事 還是因為你的病做這件事 我想要知道你需要的是醫療還是處罰 那如果他是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 那他首先需要的是醫療而不是處罰 對 那所以我覺得希特勒的例子 納粹德國的例子 其實是給人類社會非常多的反省 他們當初就是把這些人都拿去 就是次等人 都拿去處理掉 因為他擔心他會侵害到這樣的人 那也是因為他們做過這樣的事情 讓我們知道說我們文明人 不應該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說神經病是不可以判死刑的 因為他需要的是治療 他不是因為他的惡 對 或者說他不全然是因為他的惡 因為他其實 簡單的講就是照句歌詞 他已經不是原來的他了 他已經不是原來的他了 他根本不是他在做什麼 他對於他的行為的理解 以及控制他行為的能力 都跟一般人不一樣 如果他都跟一般人不一樣 那我們這樣講 新法有規定幾歲以下的少年 是不可以判死刑的 那也有規定說英雅人不可以判死刑 也有規定說不知道幾歲 好像80歲吧 我常常忘記那些條文 80歲以上不能判死刑 我們可不可以接受 我們為什麼可以接受 因為這些人的行為控制能力比較差 如果我們可以接受這些人不可以判死刑 我們就應該也可以接受 精神病患不可以判死刑 而且他的理由是一樣的 那我可不可以說 那因為80歲以上的人不能判死刑 英雅人不能判死刑 我們通通都把他先宰了 萬一他們殺了 我們不能判他死刑 我們就先把他宰了 不可以啊 對啊 那同樣的精神病患者 我們也不應該這樣子做 我也你有一點時間 再補充一下說 我跟你們有看法 上一週你跟他說過 在德國如果是有不能夠假釋的無警徒刑 這個是被他們的憲法法院宣告 這個是違憲 就是說你知道一個人以後就覺得未來 一點希望都沒有 因為關到死 那這個是非法殘戶 那你被認為這是違反的人性尊嚴 所以現在在台灣如果這個是要廢死 那麼大家可能唯一 就像剛剛陳婉娃所說的 可能很多人認為 那就關到死 無警徒刑不能夠架死 可能是很多人能夠接受的一個替代方案 可是如果這個替代方案 放在歐洲的這一種社會也都認為是危險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有什麼一個替代呢 我曾經跟一個政治人物呢 也討論過這個問題 那麼那政治人物他跟我建立一個人 他說呢 不然的話我們就 在台灣附近找一個小島 像惡魔島一樣 你就讓這些 這個本來應該要判死型的人 你就讓他 他說就算他不能夠假釋 可是那就讓他就是說 他生活不是在一個監獄 而是一樣是有一個比較開闊的一個空間 那他就這一生就 這一群人就住在那裡 就在那裡養雞養鴨 那麼離開這個社會 那麼這就是與世永久得捷 他們就在那裡自己就自生自媚 我不知道如果是這樣的話 台灣人會不會接受 把它當作是一個替代方案 那剛剛有同學好像同學有提到說 我們會不會擔心是說如果不判死刑 萬一 證承說假釋出去或是呢 如果我們沒有判到死刑 萬一他如果在殺人 那這個時候 我想如果一個法官 我如果是對一個可能 我認為這是一個壞人 可是因為我認為不應該有死刑 那我就沒有判他死罪 萬一以後他有機會又出獄 萬一他會殺人 那這個時候 我會不會感到很痛苦 我想真的會 不過這個時候會不會一直這樣 我就站在那裡死 這是另外一回事 之所以我會想到要回憶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上一週我們有提到 那個職業自有的限制 就是有殺人性侵害的這種犯罪前科者 那麼就終身不能夠連取計程車駕照 那這個到底合不合憲呢 在當時討論的時候 台北大法官就有一個想法 一個看法 一個擔心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都不知道說 有殺人性侵犯罪前科者 如果他出獄之後 我們不知道說他的那個債犯率多高 所以有人很擔心說 即使債犯率比較低 可是萬一我讓他繼續當盡的司機 即使他的債犯率只是一潛文之一或冠文之一 可是萬一這個金車司機 他出獄之後又當金車司機 萬一他又殺人 又對一個乘客又性侵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宣告說 終身不能夠有殺人親情的 終身不能夠連取計程車駕照的 這個規律是違憲的 我宣告他違憲 但是萬一他以後 真的是當金車司機 可是又殺人又性侵 這個時候你會不會 你這個盜完後你會不會感到很難過 就是說我當時 如果我宣告說這個是核線人 讓他永久不能夠當金車司機 那麼他就不會有那個機會 再去當金車司機 再去犯他 所以的確大家都會有那個想法 不過我覺得 金車司機的這個問題 跟死刑這個是不能夠相關的 死刑真的就是你把一個人的生命剝奪 那我不能夠說擔心 就是說萬一他如果沒有判死刑 萬一他在殺人 有那個可能性 所以我就判他死刑 我覺得這個跟那個金車司機 就是說我只是終身讓他不能夠當金車司機的這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相對辯論的 總之另外我還是更是認為說 如果我碰到一個 假如說現在正結 假如說正結是一個精神正常的 不是一個精神變化 那罪證確鑿 可是如果我反對死刑 結果我不能夠判他死刑 那你會不會感到很遺憾 如果我是法官 我可能會感到很遺憾 尤其是面對這些被害者的教學 我真的會很遺憾 可是我不會因為 所以我覺得這個遺憾是必須的 因為你如果說有死刑的話 我們遺憾只是說碰到正結這種人 不能夠判他死刑的這種遺憾 可是萬一你有死刑 你就不排除有可能會有江國慶這種冤殺的這種事情 若有冤殺一個人的那個遺憾 我覺得那個遺憾實在是大到 我們不判了一個正結死刑的這種遺憾 所以說即使我們這麼說死刑不應該存在或反對死刑 那麼我覺得就是會面臨這種窮凶惡疾的人 而不判他死刑的這種遺憾 我們真的是不得不必須要面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代價 這個代價就是說希望不會有挫傷 好吧 那這一個我們今天就非常謝謝陳法官 那大家以這邊的掌聲 他當一個法官就是生命來當法官 以他的生命來跟大家講 今天這個時期的這個問題 好 謝謝 我們希望以後有機會這麼多邀請 謝謝 謝謝